背上被刀磕出大大的毛字 滾水烫伤手背 全身都是棍棒殴打的伤痕 献献少年跟哥哥先后遭到车手集团淋虐 对方还用铁丝刺进少年的手指头里 当时的疼痛跟这个不相上下 献献少年被诬陷侵吞赃款 歹徒用刀在他背上磕出大大的毛字 在酷刑逼供拿铁丝刺进手指头 左手背跟肚子还被滚水烫伤 伤及真皮层留下了疤痕 对方还淋虐他的哥哥 棍棒狂殴 双腿跟背部都是瘀伤 在追加用滚水烫手背 还在他头上重重夯了一棍 险些送命 法医高大臣说 这帮歹徒很冷血 制造的都是中度 甚至重度的伤害跟疼痛 真皮只是神经很多 所以很痛 所以这个可能加到七几七 我那个痛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 我们不知道的人不知道 其实真的痛到他睡不着 高法医说 一般的痛度从1到12级 蚊虫叮咬 打针挨巴掌 属于轻度疼痛 牙疼腹部脚痛 被刀杀伤 痛度升高到中度 生产分娩跟癌症患者的疼痛 甚至断指骨头断裂 就到了重度了 甚至必须用马肺来止痛 少年被刺指甲肉 疼度9级 滚水烫也有7级 刀割刺刺 棍棒殴打都有6级 刺指甲 黑刀逼供常用 就因为疼痛度直逼生产分娩 为了逼债也为了立威 黑刀成员对待同伙 冷酷不手软 制造高度疼痛 崩溃对方的意志 逼迫就范 但施暴狠毒的当下 恐怕也没想到 未来起诉判刑 面临的法律刑度 也不会太轻 记者蔡小康 连元斌台中报道